各位啊 這件事情 既然這個事情鬧到這麼大的 我作為臺灣大學的教授 我是有個建議 臺灣大學一定要組織那個論文審查委員會 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應該在兩個月內給這個事情做一個 做一個完整的調查 因為臺灣大學進不起這種摧殘 因為這個如果說臺灣大學 臺灣大學發的碩博士論文 如果有這種抄襲造假 然後是坦白講 我也覺得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也 我也沒有時間去仔細想查 就是說陳明通到底是碩博士論文是掛名173個 還是他指導教授173個 我跟你講 掛名都已經很難了 因為我有時候會當口試委員 像我在55歲以前我是呼和探 每天在臺大院工作超過12小時 大概工作12到16小時 我可以掛名指導的學生 我都沒有去算 我看10個而已 所以如果有170幾個 我就說哇 那也這麼厲害 這種事情臺灣大學還是 我做為臺大的教授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 還是要面對事實 還是要做個 做個調查 不然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出問題 臺大的校域就全毀了 那些你要知道齁 當年我算是我的學長楊潘馳那時候 他才不小心去掛個名 校長都被逼退了你知道齁 那還是說他只是掛名在學生論文抄襲造假 這個如果是老師自己在指揮的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樣 我也是臺灣大學的教授 我以我的立場 我堅決要求 臺灣大學應該組織一個獨立的審查委員會 這件事情一定要查個水漏石出 不能放任這種謠言滿天會 就算是也要處理 不是就要給人家反壓清白 這謠言在如果在未來選戰五個月之後 就這樣搞 我們臺灣大學會被搞掉